身体趴着的时候是最放松 我们人里面有两个才会平衡 第一个平衡就是趴着也会平衡 可是重点你的头不知道怎么摆 睡觉的时候不知道摆 因为它是两边平衡的 另外一个最平衡的是正睡 两边平衡 而且你的脊椎包括你的肋骨 是两边是平衡的 它是最健康的 如果你是一边侧一边的话 相对你的肋骨 我们刚才有讲的 你那个土里面有一个肋骨 肋骨为什么 长期的挤压 它会到最后会出问题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 第一个它身体放松之后 一样你们回去之后 你们自己检查你们自己的小孩 自己全家 第一个很简单 它有没有长短脚 它就代表它不平衡 压住 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你就直接压 反压 那你就压一下 是不是有没有 差不多有没有长短脚 那这个比较短 是不是这个比较短 那你就要 稍微帮它拉一下 当然拉就是稍微挤一下 它的宽骨 就这样一二三 一二三 都而已 就这样而已 哇 太短了 因为这个肤 你要稍微调整 第二个我们刚才讲的全身的能量 刚才你拍这里 神经会传达到下面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 那神经的传达 它一定会透过头盖骨 慢慢通过你的脊椎 慢慢慢慢的 由脊椎的两旁 慢慢传达到你全身 这个就是你的肩骨 肩骨你如何去交对肩骨的位置 这里有两个腰眼 腰眼你知道吗 你看到那两个洞 有没有 这个就是腰眼 那腰眼这个部分里面 你知道之后 一样你就把它画下来 大概多大 你手掌有多大 大概肩骨就有多大 因为它是一个比例 它是一个比例的 那我们怎么去知道说 这个肩骨 一般百分之百 这个肩骨是平的 如果你吹去 摸到你自己的肩骨 它有裂 裂你可能差不多 它有抖 撲起来 那都没关系 你中间的什么 他这两个旁边 这里跟你摸摸 要怎么压 要稍微出一点力 压下去 然后吐一下 吐一下 吐两个 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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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摸 如果你稍微轻压 从这个肩骨里面 摸到两边下来 你慢慢跟它压下去摸 它有一些筋结跑出来 它会痛 它会痠 我跟你讲代表 它这一个已经出问题 已经有 已经有断到 吐到 那这一块刚才我不是跟你讲 那个肩骨吗 它身心是不是在里面 跑出来了 它会不会拉力跟拉扯 那你怎么 就要调回去 就要把它放松调回去 不然它 这里出 T5 T5出问题 你这里跌倒了 它的源头就拉到T5 你第一个老婆出问题 他五个小孩就会出问题 你第四个老婆 S4出问题 我跟你讲 你的什么 你的左腕 T8 T8到T12 你会出问题 你的 S5出问题 你的腰椎就会出问题 它是相对的 它是真的很科学 而且适合绿学原理的 那这些一样 这些绿学原理怎么调回去 我们神经它在告诉你 你哪里出问题 从这个点你要去推理 或推理哪里 好 第二个叛读 你注意看 它的神经脊椎 要用正面来看 如果你的 你的法际 偏左偏右 都是 偏另一边的 等一下你反过来 所以你等一下回去怎么检查 来 手 第一个 你回去的时候 大拇指 去 压你自己 亲人 打个 蹦蹦 这样子 会不会痠 会 那这里就会 对 撑上了 撑上了 各位 撑上了 我碰触过 连摸都不能摸得 一摸 啊 痛 黑色默契 没办法 我没有办法帮他治疗 因为我没有办法 因为他摸就痛了 我没有 连调整我都没有办法调整 连放手都没有办法 跟他放手 那你要去检查 它是人体的 最根源 身体最健康 他有训练的给你们 这一个 这样摸 这样摸 所以摸 所以摸到它 这样摸 然后再摸你 旁边 如果你这一块摸不出来 没关系 最主要你拿摸旁边 健康有没有 酸痛的感觉 那个很重要 印证很简单 你拿健康的人 小孩子来摸 我跟你讲 绝对不会痛 绝对痒 这不是很好的结果吗 健康的人 你去跟他摸 全身从脊椎 从你这个脊椎摸到健库来 我跟你讲 小孩子一样 好 爸 你不要把我摸 我把你摸不住 没有 没有其他 因为他身体健康 他的反应就是这样子 痒而已 你不要再痒 我真的很痒 就这样 不舒服 或者是觉得他身体 会觉得很不舒服 不舒服 不是说 痛的不舒服 你摸不住 怎么搞怪 这个 你要去摸 摸出来 去摸摸 你身体 哪里跑掉了 那这里跑掉了 你注意看 你去对照 哪里走 很简单 摸这里 你有什么反应 你就讲 三指来 这样子 抠着 你的脊椎 来 这个土借我一下 脊椎是不是这样 跟着这个下面上来 这样子 懂吗 往上下移动 一个椎体有一个椎体 一个椎体有一个椎体 对不对 这个椎体 因为你 这个脊椎 你出了问题 它有歪斜 或者是 眩 或者是有高低 或者往内 往外 其实我跟你讲 你自己就可以摸出来 是这样摸 懂吗 你看我的手 很压 稍微轻压 然后这样摸 这样摸 这里就凸出来 对不对 这里 它这里就有凸出来 这里就有炫 你就会知道说 哪一节哪一节出问题 一样的道理 这里 它脊椎有点侧弯 就这样摸 来 你来摸看看 有人要想摸的摸看看 这里 来 你可以摸看看 教你摸 压着 先压着 三直并容 平平的 然后这样摸 欸 你就知道了 因为没有人教你们 所以你不会摸 原来是什么 正常的是这样 一个骨头接一个骨头 对不对 那可能神经 神经是从两边出来的 从你的骨头里面两边出来的 那它跑掉 它拉扯的 或者激素群拉扯的 它跑掉了 它跑掉了 那跑掉会怎么样 本来是这样平的 结果跑掉之后 变成 它就突出来了 歪掉了 或者你使用力量不当 常常肌肉 激素群 把你拉扯 骨头歪掉 它都相对的 就这样子 这样子摸 哦 它这里有问题 对不对 可能T T8 T9 T10 这里有稍微突出来 那你就要知道摸一下 那你要把它放松 那一样 你们放松 这个你就要检查你这个症状 这个症状 那我们就要把你 手法是什么 透过这个肩骨 把你这边的放松 把你脊椎这个放松 如果这里回去了 头盖骨用的 这里是不是 如果这里原理它 它已经骨折了 它的激素群 神经会不会拉 那个力学原理而已 咬银子你知道吗 你这里上面动 下面动 那这里它已经歪折 它一股力量拉 拉回去 拉紧了 那你调这 它现象是在这里哦 它的症状在这里哦 你调它 它调回去了 它给你放松了 可是三天到五天 它会跟你拉回来 为什么 因为你这里的 像橡皮筋一样 拉力 那你这里把它放松 把它拉回去 这里把它调回去 这里把它调回去 这里是不是 松掉了 松掉你调回去就好了 它的痣就 那这里的痣 它会跟你的肋骨 就不会再崴掉了 慢慢 只有一项 最后是跟习惯抗争 我跟你讲实话 因为你的习惯 也有关系 好 这个是检查 你们先检查 因为今天跟你们讲那么多 你们会记不住 好 换导证来 第二个部分 你检查你们的胸腔 这里是胸腔 胸腔你们刚才有看到的 看到的这一张 对不对 肋骨 这里是胸骨饼 来看 大家都有的 人体里面大家都有了 请问一下 如果你这里往左边睡 没有抱 没有抱东西 你的肋骨会往外插 插胸骨饼出来 你这个肋骨在这里 胸骨饼 胸骨饼在这里 对不对 你如果长期左边睡 你的胸骨饼会往外插 会凸出来 这个老师摸10个 10个 10个 9个 差不多的 如果你喜欢抱老婆 抱棉被 抱枕头 睡的 他肋骨会往内插 会往内插 往内插的肌肉会比较多 往外插的骨头会比较多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你们肋骨 每个肋骨间 它是有空隙的 神经都走在下面 五脏六股的所有它都是走在下面 连结到我们的五脏 那如果你压迫到 挤压到 它会直接压迫到五脏六股 它会给你讯号 肋骨 你们也要慢慢的搬回去 要检查 你自己肋骨 左边摸肋骨 是不是空隙比较小 那调整回去 调整我今天就教你们几招 你们就可以调整 那你怎么摸 很简单 从它这里的肋骨开始摸 胸部屏这里摸 摸哪里 三指还是三指 三指公 摸好 往内两边 两边吐 它有没有问题 这里 对不对 这里点对不对 好来 大家来摸 有几个来摸 趁这个时候可以摸 你用 老师他心脏真的有问题 对啊 马上心脏 这里 这里突出来 所以他要温柔一点的摸他 突出来 沒關係 那就是心脏的问题 它这直接 又 马上突出来 肋骨 它直接这里 这里哪里 这里是 T5 T5直接的肺部跟心脏 轻一点 稳柔 所以来是 这里 然后你看注意摸 然后这里 一拖出去你看这里 来 来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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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就好 那三指要并容 三指要并容 三指并一起 啊 轻轻的轻轻的 轻轻的 有没有 舒服吗 要不要他舒服吗 不是舒服 他现在还没舒服 他现在很痛 摸起来 摸出来 不是喔 趴着最准 会痛对不对 心脏回大的 方答不得 对 心脏回大 对啊 第一个 心脏回大 看见哪里 心脏肥大 第一个直接它是胸腔出问题 第二个 它的所谓的心脏出问题 因为它直接的 两颅肩 T5 绝对 这里 双肢肩 这里 差不多 T5 T6 这里 而且是心脏的位置 这边是这边 你左 右边是右心脏 左边是左心脏 你注意看 换这边 看有没有 你就检查 凸出来的还是凹进去的 一样 我们轻轻的跟它摸 摸两边 你们自己摸 你自己的就可以了 你还是我不碰触 有吗 等一下 老师摸完 这里也有 哦 慢慢摸下来 好像先像五下带一样 说要快到了 所以老师就靠您了 有没有 所以今天特别就跟你打上屋 有没有 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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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今天那样 因为中午睡觉 做梦的时候 这里 一定要吧 不是 哦 这里 真的 真的 你看 真的 你看 这块 这里 有一点点 这里比较严重 这里比较严重 看会不会痛 对 好 你们自己怎么摸 来 三指 从这边上来 胸部屏在中间 然后中间完之后 肋骨在旁边 肋骨两个是包起来的 胸部屏这样 那你摸摸看看 胸部要移下去 吐下去 左边 你的右手推左边 你的左手摸右边 压住 三指压住 轻轻地摸 看有没有凸出来 有没有 会不会痛 你注意看 因为趴着会比较准 趴着应该是放弃 如果弹中下面这个位置 长左边会不舒服 好 那就是压迫你这里的横隔膜 横隔膜 这里有横隔膜 对不对 乳凸这里 我们的这个肩骨 这个胸部屏里面有凸的 这个部分到最后你们要搬回去 哦 是因为两个太凹了 对 这里 这里束住了 尤其你们这里束住了 因为会突然有时候好像抽筋 抽筋 对 就是这里 对 这一块会这样进去 对 这会神清压迫到 所以是要把它 所以这里你就马上知道它检查 还有背后 这个部分 那你怎么 你怎么 有两个 我回去教 你们现在马上学齁 第一个很简单 回去之后 把你们女孩子的问题 你们从小到大 发育起的时候到底长大 你穿内衣把你自己束住了 所以你的肋骨 胸腔 还有包括你的支气管 还有包括你的横隔膜 束住了 所以你们女孩子 大部分百分之八十 都有胸闷气闷的感觉 闷住 束住的 束住是因为束住 那你一定要打开 尤其我们 我们 我们的胸腔里面 八卦口证一定要打开 你人气才会健康 而且你的支气管 这边才会 才会顺畅 第一个我刚才讲的 这两个对不对 我要把你们这两个 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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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剥 有两个 一个方法 我要做它 所以我剥它 那你们自己要剥 摳住 摳住 摳住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地方 摳住 摳住这两个地方 有没有 摳住 这里 摳住 摳住这两个 怎么摳 摳住 摳住这两个 摳住 摳住 用内力 吸 吐的时候 往两边移 这里剥开 绝对可以剥得开 吸 吐 往两边 稍微剥一下 我跟你讲 这里就会开 你的很隔膜会打开 吸 吐的时候剥 不是吸 吐的时候 你先摸好 准备好 那如果我帮他的话 就只有这样子 吸 吐 吸 吐 有没有被我剥的感觉 有没有被我剥的感觉 有没有 剥开 这两个 这两个 对 上面还是下面 上面 45度这里卡住 剥开 知道吗 吸 吐 浸 吐 老虎 死 不 我们看到 冲 大了碰到 焦了 但是 这是 卷 是的 她 这样懂吗 摸 你要先 你把它临床 临床很简单 第一个你回去之后 临床什么 临床你的小孩 健康的 你就摸他一下 你就知道了 不健康的 哪里有症状的 胸腔 如何两边摸 第一个 第二个 摸出来 如果你习惯是 侧边碎的 突出来 你要把它推回去 等一下将你们推 这个 等一下 再来 刚才有跟你们讲的 如果他能量有不平衡 左右不平衡的话 你检查他的 他的 这个整 跟他的鼻梁 这个三的鼻梁 这边对下来 他偏左还是偏右 你就知道了 这是有依据的 因为你的神经 神经是由我们头盖骨 里面慢慢慢慢 慢慢下来的 因为我们 你刚才看的是两面的 可是我们身体是立体的 两个中的一种 那如果偏的话 偏就是你要知道 你常常的惯性 一定是偏颇哪一边 这边拉 炫 他一定会炫到这边来 他是有原理的 懂这个原理吗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 那如果 这里如果一个很简单 他牙齿牙引常常痛的 这里稍微帮他 帮他拨一下 这里 这个拗 会痠喔 吸气 一 痛 痛 好痛 再来 吸 吐 三 痛 痛 因为他这里过劳 你们每天过劳 这里 你的每天说话 每天咬合 每天吃东西 我告诉你们 没有一个平衡的 几乎都是什么 偏颇 等一下咬这边 等一下咬这边 那我这个习惯性的 都已经二十几年了 是说 二十几年了 好 吸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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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帮他所有咬合 这边调整 有没有被我调整的感觉 嗯 我常常在用 有 那也是你在拼 龟位 矫正 跟龟位 好 你再放松 刚刚 到 吐 小小 人 我一朝 好,OK 好,可以了 好,谢谢 好,来 大家呢,慢慢的 慢慢的往前 我等一下教你们 你们站着好了 第一个,刚才有教你们的 有一个原理 什么叫能量 我先教你们一个很简单 刚才我们讲的能量有五个题 那你们可以测试 气功也好 或者是能量也好 我都给他讲做能量 能量有一层,气叫做第一层 叫做我们的呼吸气 你会走动,那是第一层的能量 能量是情绪 情绪 第三题是精神 第四题是意识 那我跟你讲 连意识能量多强 一个很简单 这个你们 透过你自己的测试 拿一个东西